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听到的历史都是真实的吗 那些被人们遗忘的 被鸡毛掩盖的 被岁月尘封的历史背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系列历史探索纪录片 《迷失的踪迹》 这晚出唐诗人宋知问 在被贬值江南的路上 夜游零隐私 眼前的景色让宋知问诗性大发 他脱口而出首帘 旧岭御调遥 龙公所计料 可是后帘 却怎么也续不上来 正在打坐的老和尚 看到宋知问琢磨得挺费劲 就随口吟出一句 楼关沧海日 门听浙江潮 宋知问听后 欣喜万分 于是把全诗做完 他反复吟诵自己的这首诗 觉得老和尚赠的诗连 实在是全诗的点睛之笔 第二天一早 宋知问去拜访老和尚 老和尚已不见踪影 询问四僧 原来叙诗者 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洛宾王 这是中晚堂之交的孟启 在他所撰写的本事诗争议中的一段记载 这则故事 在洛宾王兵败逃亡的传闻中 传颂最为广泛 孟启在本事诗中说 洛宾王落发之后 便由明山到了灵隐寺 终老而死 那么洛宾王出家灵隐 是不是却有其事呢 如果洛宾王到过灵隐寺 是不是真的终老于灵隐呢 于前洛室宗谱中明确写道 洛宾王兵败后 他的儿子崇德从义乌来到了于前 随后联系到出家在灵隐寺的洛宾王 于是洛宾王自灵隐寺连师后 来到了于前 但是洛宾王究竟藏身于于前的什么地方 宗谱却没有提及 于前洛室宗谱记载 崇德是变异姓名来到于前的 他进了赵家做上门女婿 改姓赵 以后才又恢复了洛姓 进了赵家以后他联系到了父亲 而此时洛宾王已落发灵隐寺 这一天周智来到了唐宫山村附近 唐宫山村是赵氏宗族市居的地方 很久以前崇德应该就住在这里 周智希望能在这里 祭开洛宾王的谜底 唐宫山村像许多中国的乡村一样 已丝毫看不出历史的影子 唐宫山的巡访 并没有让周智得到期望中的结果 站在山坡上眺望 在于西西岸的山坳里 是曾经建于近代的庙乐寺 遗憾的是 这座千年古庙已在文革中被毁 现在的小庙 是在原来的庙基上建起来的 村民告诉周智 这个庙里住过洛宾王 村民的话 一下子让周智想起了儿时的记忆 意外的巡访 让周智兴奋莫名 一年来的考证没想到以这样的结局出现 虽然这是他期待中的结果 但是仍然令他将信将疑 难道洛宾王真的曾在庙乐寺住过吗 出乎周智的意料 这儿的老人都曾见过庙里住过的老和尚 他们和周智一样 小时候也听说过洛宾王住在这里 只是文革中老和尚不知去了哪里 因为苗小像个少是比较安静的地方 然后他留地清早 周智不留你到于他在他的旧位就住之下来 因为你无了到于人有西路交通 非常方便 实地考证和可靠的史料记载 是周智确信 洛宾王确实是忠老于于前的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 既然洛宾王忠老于前 在于前应当有洛宾王的墓葬 可是在于前并没有发现洛宾王墓 洛祥发对忠老于前说提出了质疑 洛祥发认为 仅仅依靠宗普的记载来推断洛宾王的行踪 有失偏谱 因为洛室宗普关于洛宾王的记载有许多版本 仅就义乌宗普和于前宗普而言 对洛宾王几个儿子的名字 记载都不一样 可见宗普的记载不一定可信 看来凭借宗普来断定洛宾王忠老于前 还需要更加有力的佐证 那么洛宾王兵败后究竟去了哪里呢 研究洛宾王一年多来 洛祥发已经习惯了对一切不盲从 他决定重新审视灵隐叙尸的故事 洛宾王在字里行间寻找着 突然一个莫大的疑问 闪现在他的脑海 洛宾王和宋直问是很好的朋友 怎么在灵隐寺中见了面 互相不认识呢 孟起在文中说 宋直问是在被贬放缓 回江南的路上夜游灵隐寺的 查宋直问的生平 宋直问只有在武则天退位后 有三次被贬的经历 那么宋直问第一次被贬到龙泽 龙泽这个地方原则在原则的关系 那么他那时候逃回来了 要到那边以后他就逃回来 逃回来就去到雷亚安 有个朋友家里面 后来那个朋友 他跟隆卫人学 准备这个 居住五三四 五三四 那时候五三年死掉五三四 他还是正院的 那么宋直问听到这个东西 他觉得是很好一个机会 马上八十几磅要去买 公元七百零九年 宋直问第二次被贬 到了越州 就是现在的绍兴 路过去 他在雷云碰到 这个路边湾的湾里 只能在这次 这次呢 确实你见过雷云师的 是吧 学院没有放完 但他可能路过那里 那里面去雷云师 因为其他两次被贬 宋直问不可能经过零饮寺 所以宋直问只能是在 七百零九年 被贬越州时 路过零饮寺 那么洛宾王 是不是因为扬州兵败的事 不方便与宋直问相认呢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当日的话呢 早点已经派西远勤 去搜救路边湾的失分 这可能已经都 这个过程已经接受了 那么在路边湾来学的话呢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平凡了 他这次把手机 真正的生命录出来 根本早点不外去饭堂了 不兵后来见面了什么 这个认识的 这个可能性不存在 既然不是由于 扬州兵败事件无法相认 那么是不是洛宾王听说了 宋直问卖有求荣的事 耻鱼与其相认呢 那也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说他耻鱼与宋直问 建民的话吗 宋直问的话呢 那他后别就跟他说事呢 那他不学着可以了 是吧 这个可能性不存在呢 不仅如此 洛祥发还发现 本事失踪 还有种种矛盾之处 那么从这个当日罗兵败罗 如果真的再认识 他已经是九十岁了 他当然可以成为老生 老人就可以学了 那些宋直问小年 这个这个这个不再年了 宋直问是六十五年中心日 到了这个这个哪个子儿 他至少也是 大概也正经化教了嘛 六十岁了嘛 那么这么好呢 再教他是小年了 宋人葛立方的孕语杨秋 和四库全书总墓提要 也指出宋直问和洛宾王 如此熟悉 在晚年相见 没有不相识的道理 洛祥发认为 灵隐叙事的种种矛盾之处 使人很难相信 本事失的记载是真实的 所以洛宾王灵隐梅僧的传说 很可能只是后人 一厢情愿的杜撰 那么扬州兵败后 洛宾王究竟去了哪里呢 姓曹的农民在这里挖池塘 已经挖了大半上 累了半天 曹某放下铁锹 准备休息一会儿 这时他看到自己脚下 露出了一块石碑 扶去上面的泥土 墓碑上赫然提着 洛宾王之墓 几个字 原来这是一座古墓 他把灌溉慢慢撬开 看到的一幕 顿时令他毛骨悚然 一个穿着整齐的人 躺在里面 然而一分钟不到的功夫 这个人又瞬间消失在 曹某的眼前 这是名人诸国珍 在《永动小品》中的一段记载 当这个故事真正传开的时候 已经是明末了 首先传播这个消息的是 崇川人邵干 崇川就是现在的江苏南通 邵干写了一组 洛宾王一幕诗 投寄各地 广泛征求贺者 当时在这个使权开 那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叫李玉道的人 他也是来来吼这个使命 那么在他这个使命 里面有一个原言 里面他提到 他说是他的祖先 叫做宋经亚 他说他们 他那个家布里面 明白白记在那里面 这个宋经亚 冰败以后 许经亚的儿子 李宗 李军 和这个洛宾王一起投出来的 刚刚消失的线索 似乎又浮出了水面 洛宾王如果没有出家灵饮寺 是不是有可能在扬州兵败后 直接逃到了黄泥口呢 但是从名人 朱国珍和少干的技术来看 似乎多了一些 荒诞不惊的色彩 然而 李宇涛的出现 却又让这一切看起来 不像是凭空的杜撰 李宇涛 自称是开国元勋 徐济三十七世孙 他在贺洛宾王一幕师眼中说 杨州兵败时 洛宾王和徐晶叶的儿子李炯 一起逃出 隐身在赣江的白水大 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通一带的 芦苇大 倒去了以后他们又见到 他们先到 洛宾王到里面做人了什么的 他说在那里 多转了一段时间以后 洛宾王死掉了 死掉以后 李炯另外给他 就没了罐子 给他安装 李于涛在文章中强调 这些事情都详细地 记述在自家的家谱里 李于涛的家谱记载 和诸国珍的技术相吻合 看来洛宾王买股黄里口 并不是捕风捉影 洛宾王在通州直立州制中 找到进一步的佐证 通州直立州制记载 洛宾王败逆干之白水窝 几斤之吕四肠银 不者求之不惑 遂客死海上 这个通州的团是现在的南童 白水窝就是地道的白水潭 李是在南童的东边 火干很多的地方 入外中生海边那些地方 那病患在那带到完呢 一段时间以后 他身体不是很好 我们都死掉了 那美国在哪个地方 然后当这个李遇到的家谱 领起来啊 当王买口发现老末 这个日子领袭起来 那么体力位置差不多了 那么罗宾王美国 我以后这个学法令 还是有一点的可信度 滔滔江水 掩埋了历史的遗迹 黄尼口的落幕已无从寻找 也没有人能够见证 我们只能透过尘封的史料 去揭开历史的谜底 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真的是历史的真相吗 扬州兵败后 洛宾王真的逃到了南通 特死异乡了吗 这是位于洛宾王故里 义乌上风堂的洛宾王墓 义乌落世宗谱明确记载 洛宾王兵败后 先是藏身于灵隐寺 最后还是回到了家乡 死后就葬在义乌县东 三十里的上风堂 如果真如义乌落世宗谱记载 洛宾王是终老于义乌的 又该如何解释 于前落世宗谱 终老于于前说呢 如果义乌墓葬 是真正的洛宾王墓葬 黄尼口发生的事情 又该如何解释 这一天 周智来到了一位和他一样 沉迷于洛宾王生死之谜的老人家里 周智把心头的困惑告诉了朋友 老人告诉他 在余前过去一直有一个风俗 就是人死后要停官三年 然后把骨头入土安葬 叫十黄金 周智的心头一下子豁然开朗 有些孤娃叫十高千人 有了鬼庭 老兵王死掉以后 一朝以前的风招 顶算三年 前往清 然后引到礼物里 非常方便 所以以前的伯伯有了冰王墓 先进去的冰王墓是在牛 周智认为 洛宾王中老于前后 遗骨最终运回了义乌 所以在义乌出现了落幕 一切的焦点都集中在上风堂落幕上 人们渴望能从这个千年古墓上找出答案 如果这个古墓下面确实埋藏着洛宾王的遗骨 那么从落幕的修建时间 或许就能够推测出洛宾王扬州兵败后的行踪 这样的话 也许一个千年的谜传 马上就能够揭开了 翻开落室宗谱 落宾王墓是在明朝洪志年间 和清朝乾隆年间经过了两次重修 但是落幕是什么时候初见 又是何人所见的 宗谱却没有记载 从当时落实后裔技术的1496年 明朝年间的重修文章来看 落宾王墓初见时候的规模是十分壮观的 从初见到明朝年间第一次重修 依据宗谱中八百年完整如故的话来推算 落幕应当建在落宾王死后不太长的时间里 1933年 自称落宾王四十世孙的落凤生 在他所及的落文中宫墓考文集中 收录了从明朝一直到民国以来 历代探寻落宾王墓记的文章 其中大多数人认为 黄尼口发现的落宾王墓 可以和李渔涛的家谱相互印证 应当是落宾王的遗骨所在 而义乌上风堂古墓则是落宾子孙 私墓祖德而迎建的衣冠种 唯一能够证明黄尼口是真墓葬的 只有李渔涛的家谱 可是没有人见到过这份家谱 黄尼口和义乌墓到底哪个是落宾王的真墓 已经无法得到考证 所以扬州兵败后 落宾王究竟逃往何处 中老何地 也就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但史学界普遍认为 落宾王中继南通的可能性最大 扬州兵败时 落宾王年事已高 经过这样一场重大的打击 他的身心满怀气 曾经充满期望的武装起义 转眼却成了一场流血悲剧 满腹的豪行渐渐在他的心头 西面 这个出唐著名的诗人 孤身一人顿迹荒野 辗转在黄尼口一带 在一片搜捕声中 度过惊魂不定的日子 逃亡几年之后 落宾王带着壮志未愁的遗恨 离开了人世 他的离去 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 永远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